英超利物普队拥有权之战 当老美希克斯和小齐烈在2007年收购英超的利物普队时 红军强力欢迎两位英雄 老美说要盖新的球场 但工程一直延后 却拖欠银行巨额债务 高兴的日子很快消失 再来是人事的斗争 因为金钱与工作的问题 老美先跟教头贝尼特斯炒番 在彼此撕破脸 球迷们也不耐烦了 他们受不了希克斯和小齐烈提出抗议 要求老美不再干涉球队的前途 球队欠的债越来越多 老美只好重新评估是否将球队卖掉 不过他们喊价太高 许多有意愿者都退出 还清债务的期限逼近 董事会反抗决定再次拍卖球队 老美反对两方位球队的拥有权闹上法庭 希克斯和小齐烈终于下台 新老板可以重新规划球队的前途 希望可以感动球迷的心 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 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